- 攝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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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成功! - 攝影成功!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正成代理的KENTKO的懷舊濾鏡器 那有看到我手上有兩塊 一塊是上面寫Blue 一塊寫Orange 那這兩塊你有研究他們的差別嗎? 有稍微看一下啦 那它上面其實也很明顯的就是寫說 這個懷舊的 因我毀滅啦! 不好意思啦!懷舊痛掉! 然後濾鏡 然後是Blue 那這邊是就Orange 那就相對就是如它其名啦 就是Blue就是偏藍 那Orange就是偏橘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研究過後 它其實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在我們藍色這塊上面 它會比較呈現有點像白的比較有效果 它就整片會比較 柔柔霧霧霧的 它就是把這個暗部提亮 然後把亮部拉暗 對!然後就是霧霧的效果啦 那橘色這塊它是針對在高光的情況下 它會有一點點像 出現藍色的炫光 對!炫光會偏藍 然後顏色的話會偏橘這樣子 沒錯!那我們這邊就是有去外面拍了一些照片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直接給大家看照片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看看有一組 我們是有裝濾鏡跟沒裝濾鏡 給大家來看一下比較 沒錯!像這個的話先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在後期的調整上 因為由於它其實是針對顏色去做一個改變的濾鏡 所以我們並沒有針對顏色去做調整 我們就是只有調曝光度 自動白平衡 白平衡也沒有調 對!我們後是只有調曝光度 然後跟飽和度跟對比度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是用自動白平衡 對!沒錯! 就是去這樣做拍攝 那像這一張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它就是 有藍又有橘的部分 所以大家很好可以做判斷 對!那這張它其實就是 是全在沒有裝濾鏡的情況下所拍攝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張 這一張很明顯 它就是整個就是偏藍 偏藍色 而且有一點點霧霧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橘色的 對!它的牆壁 橘光很明顯就是偏橘 對!那天空藍色嘛 那藍色加橘色會呈現什麼 就稍微有點偏綠 所以這部分就是有點偏綠的感覺 沒錯!那像它這邊橘色 就會整個呈現比較溫暖 然後保護度比較高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看下一組 這一組呢 它這個是很明顯就是裝了藍色的 去做拍攝 像這個地方高光啊這些地方 它其實都就是 偏藍 然後高光部分也是偏 有一點柔 有沒錯! 這一張呢 這是我們裝了橘色的部分 所拍攝的 所以它這邊 像這邊這個成的效果 它看起來整體就是會偏比較橘 葉子就會感覺比較綠啦 沒錯! 然後建築就比較橘這樣 對!那這一張 則是我們沒有裝任何綠金 所拍下來的照片 那經過這樣子的對比 應該大家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 它們的差異 那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組 比較的 這個很明顯吧! 對! 沒錯!這個霧霧的 藍藍的 那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沒有裝的 然後這個就是 有裝的橘色的 像我們這邊 這個地方其實比較明顯 但是整個是有偏橘的效果 那我們這邊呢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這個是去哪一排的 我剛剛前面沒有提到 對! 那個大家最近知道有一個很紅 非常紅的 在東門 就是有一個很日式的建築 對!行物所 對!沒錯!它以前是行物所 那它現在那邊改成一個 有點像是 小文創園區吧! 對!有點像 然後它在東門站中 或許其實沒有很久 只是平日其實人也蠻多的 對!我們就平日去了 然後人還是很多人啦 嗯!假日的話我會就比較 不建議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拍照的話 可能平日還是會比較合適 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也就是來看一下說 我們橘色跟藍色手拍下來的照片 那我們先來看橘色 像這一張就是剛剛有提到 嗯!我們有提到說 就是它有一個炫光的效果 對!藥光 你看這個很明顯 就是偏 有種藍藍的感覺這樣子 那這種通常都要直接對幹太陽啊 可能才會比較有明顯的效果出來這樣子 對!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橘色這一塊啊 它還蠻適合在太陽很大 逆光 對!或是對著太陽 比較暖的地方下去 去拍攝它那個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對對!然後而且會製造一種就是 日落感吧! 對!像它這邊啊其實 也都還蠻好拍的 對!像這個 就是直接對幹太陽 這個就橘橘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下午 就是大概可能傍晚 如果大家喜歡啊 像這種就是比較 懷舊啊拍台橘橘的 這塊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像這個是晚上四泉它有針對一些 就是想說試看看晚上 對!拍下來的照片 那像我們對著強光硬乾 這種它其實也會有一點點 對!有小的 然後它的 如果你要拍西芒的話 就不適合裝這種了 因為它的光芒都會變成像一副 對! 對對對! 就會沒有漸漸的 對對對! 那這邊我就先來講 就是橘色這邊拍下來 我有哪一個特別想跟大家講的照片 像這張我自己是蠻喜歡 因為其實四泉這個時候它 嗯...比較算是沒有那麼刻意 因為它其實剛好想要過去看看那邊 就是有沒有什麼一些其他店家啊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 欸這邊感覺進駐個萊卡 進駐個奧品牌 然後不錯 然後剛好看它走過去 然後這邊的建築 又有蠻暖的顏色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拍下來應該是蠻好看 我就剛才拿起來按了一張 我比較喜歡它的那個 這個嗎? 對!就是耀光的感覺 嗯!這張其實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其實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應該是 下午四點嗎? 差不多吧! 三四點左右 其實對著這樣硬幹 然後加上它這個整個陽光灑下來的感覺 其實真的很像一路 其實還沒有到真的很晚 我覺得拍起來 效果就不錯 然後這個光啊灑在這邊的感覺 對比也很強烈 我覺得很讚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藍色拍下來的照片 藍色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先帶大家看過一輪 然後再來講我們 就是比較有印象或比較喜歡的照片 那像這個地方剛剛我 就是也有 也有拍 橘色也有拍 然後我想說我就是來做個比較 拍下來會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 然後這邊要跟大家講 它是一間賣水餃的 它拍很多人欸 那時候我們很想去吃啊 沒有辦法 又要回到上班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拍還是 我們之後 快一點 來找到時間 那想去試一下 因為四群有聞那個辣椒啊 很香欸 這個就是這個 對 這個感覺很厲害 所以我們之後可以去試看看 這明顯就是 你看那個曝光部分就是柔柔 我覺得這一片藍色它的特點就是 比較像白樓角 白樓然後偏藍這樣子 然後這個一樣是那個水餃的地方 是一個店家的外名 是外 金錦錠 它看起來好像人也很多 應該是有蠻有名的一些伴手旅店這樣子 繞到那個圓圈後面 對有一個可以做的地方 小走廊然後可以做這個拍照之類的 對 這邊還不錯 其實那邊真的是還蠻日式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 最近應該都有耳聞這個地方 那如果真的去那邊拍 那邊有提供那個 寓意還是恒乎的租借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時候也看到很多人 對 然後好 那我這邊的話 你有想要針對 有剛剛那個寺廟那個 寺廟這個 對對對 這應該是基督教堂 不是寺廟 好那我們這邊一樣就看完了藍色的照片 那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他在拍就是 比較暖的地方 我覺得好像稍微有一點點襯托不出他的感覺 喔 因為顏色會被平衡 對 那像如果單純就是拍比較 本來就比較偏藍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效果看起來就還蠻不錯的 整個霧霧的感覺 雖然其實老實說 比起白龍腳的效果 我個人比較喜歡黑龍腳 對 因為他會保留暗部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其實是看個人喜歡的效果 就是他還是一塊很特殊的濾鏡 其實拍出來如果你喜歡這個效果 其實他也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還蠻喜歡就是這個位置 喔這邊蠻漂亮 就是拍起來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也覺得像這個晚上 對晚上他其實也蠻不錯 有一種電影感 對沒錯 像他原本本就是主打 就是懷舊的濾鏡系列 所以就是整個也是會偏比較像 Anime 對他有一個日文有說到他就是有Anime 就是動畫的那種感覺 Cartoon 動畫之類的 那你覺得有比較 哪個你印象比較深刻 非常棒 想說如果有一個人在這邊 那個日系感覺應該就會出來 嗯會蠻不錯的 這其實我剛好看到 欸有一個光灑下來 就趕快先按了一張 綜合下來反而會有一點紫紫的 應該是說這邊那時候沒有什麼陽光 對 所以他原本偏藍的 然後再套進去應該就是 顏色再加重一點 所以就偏紫 嗯 那我自己也蠻喜歡 這邊用藍色這一塊 但其實說實話 這個地方我比較喜歡橘色的 橘色喔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這個地方給我的感覺 就是比較 比較溫暖舒服 嗯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我反而覺得你在加重一點這個感覺 會還蠻不錯的 嗯 這麼說好像也是 那這兩塊你用下來有什麼 心得嗎 心得 如果要我的話 應該會選 藍色 藍色 對 因為我拍冷像 日系冷像可能比較多一點 嗯 對他套上去之後 那個光的感覺 那個通透感應該 應該藍色我會覺得比較適合 對 而且這個我覺得在拍 就除了拍一些日系人像 嗯 我覺得其實拍風景感覺也不錯 也不錯 對尤其是 我覺得這個 傍晚如果拿去 可能海邊啊 嗯 還是狙狙的 不要狙狙的地方 再套進去 那色彩平衡之後 再加個那個柔光感 嗯 那個應該會就蠻夢幻的感覺 嗯 我自己應該是比較喜歡 嗯 雖然其實他 當然他透過一些後製的方式 其實也許他也可以做到 這樣子的效果 嗯 但我會覺得在前期 我就可以看到 我拍下來會長什麼樣子 嗯 那我後期我只需要做個一條 就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的話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而且他的那個 耀光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他那個耀光蠻不錯 就是藍色然後這樣一圈 感覺蠻特別的 對 我覺得 嗯 我早期是比較喜歡偏藍的照片 但是就是最近開始就喜歡暖一點 嗯 那就是看大家 喜歡哪一種類型 我覺得這兩塊都算是還蠻特殊的 而且有趣的濾鏡啊 那 像正成他們家也進了很多 就是類似這種 的一些有趣的濾鏡 那我們未來如果有機會 也就是會陸續的開箱給大家看 沒錯 那如果針對這兩塊 大家有什麼新的感想 或是還有想詢問的話 這個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對 沒錯 那我們這集就是推薦這個 懷舊濾鏡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囉 好 要買的話 來抽空攝影喔 沒錯 不要忘記記錄我們的頻道 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更多精彩的影片啊 好啦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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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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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